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目前国服第一的佣兵,已经12000多分的佣兵,这套阵容非常的豪华,小迪老师,幻克老师,然后犹太,国服第一佣兵,再加上回忆的祭祀,非常豪华的一套阵容,上来的话,这里找到一个先知,拉一朵火,非常漂亮,气头给到这边先知,先知的话有鸟还能牵制,但是这边的加速是已经用掉了,所以说身位拉不开, 它只能是顶鸟,然后看祭司的洞有什么办法来帮忙补一手了,中间的话,这边看身位,先穿,哎呀,这里是,看了这个洞,想穿这个洞以后,再来教这个鸟,顶鸟呢,这边其实是亏的,好,这样一个地压室,前期节奏有点烈,我们看一下这边,祭司手上面没有薄命,那应该不太会来救我,来救,感觉有点亏, 但祭司可以卡着,可以卡着,呃,佣兵的话,我们看啊,佣兵被通缉到,应该不太会来,祭司这边,躲一手,身位上面绕过来,不要了吗,这个先知不要了,穷者宝平,需要看爱哭鬼啊,需要看爱哭鬼的脸色,他的脸色好,对吧,给你们一个机会, 在这一波当中没有抓到任何的节奏,那么穷者能往宝平方向打一打,尝试一下,但是一旦爱哭鬼,对吧,出击,然后抓到节奏了,那这个局,我觉得,这想宝平太难了呀,这刀阵容,打后面的一个残局的话,这三个人倒是都有一个牵制的能力啊,但是先知这只鸟,确实没交出来,有点可惜, 当时小弟老师其实看了一眼,感觉身位够穿这个洞,所以他应该没交这个鸟,或者我记得刚才好像是听到鸟的一个声音,他可能鸟没好,还有一可能,好,这边先知不要了,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唯一的一个能够救的人,这里的这个傭兵是被通缉到了,但凡过来吃一波双岛,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了, 他吃双岛地,卡半才行,一个加速拉过来,看幻喝,这边镜头给上,千万不要出现美多沙,牵制起来,我们来看一下顶级人皇怎么来牵制,调九十,拿身位过来,夺火,夺火,好的,吃一刀,翻一个板子,加个素,酒喝上,这边要躲这个闪现,要躲这个闪现, 闪现的身位目前来看还差一点,再翻,再一个加速,拉开,拉开,拉开,这块板子下了,能下,但是有闪现,不下这块板子,防你一手闪现,就跟你拉距离,先把我的酒回上,很细, 唉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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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翻个板子,往前面走,墓地的板子是没有用过的, 但是这边爱哭鬼是一个滑板加速封你走位 再往回绕 这把调酒师carry起来了 火没拉中 但是身位上面可以拉近 但是这个酒感觉只要拉开拉开拉开 绕绕绕绕绕绕 我去又给回上了 天哪 那甚至还会点会电机 这个调酒师真是没白看啊 学到了 对面有闪现的时候怎么来躲 怎么来拉 怎么来把这个酒回上 再拉还在溜 这真的是 用兵来救一波 好了 我们本来是看这个国服第一佣兵的 但是因为佣兵没有机会救人啊 第一波选择卖掉是非常正确的 从结果上来看 幻和老师这边牵制起来的话 三人在场开门战 有一个祭司的洞 但是后续你要靠祭司再来牵制去 争一个 三跑感觉还是比较难的 来这边去管电机了 管电机是好事啊 管电机的话 这里祭司先一个洞 这不会被秒在这边吧 那边人救下来 佣兵来补电机 满状态 佣兵祭司这边要走 但是被架住了 拉火 追过来 来打洞 好 洞打掉 电机差了没多少 板子先下 两个人强行点 打一刀 差差不多 堪堪够 堪堪够 强行摸 牵起来了 牵起来这边打 打了一个震慑 我天这要翻 这边只能把人挂下 佣兵这里的话 要配合着祭司来救人 哦不 配合着调酒师来救人 调酒师这边 电机先直接点亮 保证自己不倒 然后拉开 但是有传送 有传送 这一波爱哭鬼的这个选择 也是抓到了机会 当时我以为这电机已经好了 没想到没好 没好的话 这好像给翻了呀 本身感觉这个局势 很有机会能争一个三战开门战 然后去尝试一波 特别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 当时去抓祭司 对于这里的求生者更有利呢 因为祭司在开门战的一个牵制能力 要比这边的调酒师强太多了 那这样求生者就有机会了 将祭司这边救下来 好像够 但是有传送 需要有一个人卡着 那只能是祭司了 只能是祭司了 佣兵如果说过来卡着 他的户币也不多了 然后这边防一手 防一手 又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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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过来 走过来 拉火 穿 祭司 找到上挂飞 祭司 佣兵这边开门 百分之七 五十七 再走 要躲一个火 而且有传送 一个滑板 先逼走位 拉火 加速 一刀 没打错 回忆 再打 好的 三抓 那这把也是最终 爱哭鬼抓到了一个机会 他当时不选择守 这个调交调久时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 选择守了最多平局 不守的话 压住电击 有机会能够去翻一个三 就算压不住 也能保个平 好的 感谢拉斯克 我们下期再见